哇,大家看一下这一锅是什么东西 没错,有些聪明的朋友肯定猜得到 这就是粥,在包粥 今天晚上,我入住这家民宿 这家民宿,自己包粥 有一些阿美族的朋友在这里 哈喽,他在观想我在做这个鱼,在杀鱼 今天晚上,这个鱼有三条鱼,是昨天晚上钓到的鱼 三条,我们香港人叫黄角粒 因为这个角色,他的这个鱼是黄色的 那台湾这边叫什么名字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也没钓过? 还没有 没钓过这种鱼? 哦 这个鱼的话大概每一条,这有三两种吧 三两多吧 三两,大这个有三两多一点吧 三两多,这个小的三两种这样 在这里的码头,我们这个码头,叫做什么码头啊? 这里啊? 这个啊? 嗯 十踢瓶 对,十踢瓶 十踢瓶 或者叫十踢鱼杆 十踢鱼杆 十踢鱼杆 我们在十踢鱼杆这里钓的 昨天晚上我钓了多久啊? 钓了几个小时 钓了,所以起码钓了四个小时才钓到三条鱼 哎呀,很难钓鱼啊,在这边的鱼很聪明 你这里,我们东部这里因为沿海 所以被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啊 还有其他的来这边玩的朋友 都把他们钓得很聪明了,是吧? 你刚才说的那个白毛啊 白毛鱼,你说它会怎么样? 会撞到自己的... 它吃完你的鱼饵 吃完你的鱼饵之后 它就撞到自己的洞里面去,躲起来吃 然后再找机会 找机会再来偷吃 它咬得很快是不是? 然后就躲起来了 等你再钓不到它 很聪明很聪明 所以的话,我在这里钓鱼 觉得很没成功感 很没成功感 所以我今天特意在这里啊 这个我们这个民宿又有卖鱼干 我就可以买了一个鸡钓鱼干 然后很长的 变成我现在有两个鱼干可以钓了 成功感会好很多 因为一条的话好久都没散 好久都没散 连咬都没咬 我最怕钓鱼是没咬 你有咬我就可以钓到你 你有咬我的话呢 我就有机会 你连鱼都没咬的话呢 那就哎呀,整个晚上 在那里真的是 一个晚上都钓不到一条 太无奈了 很无奈很无聊 很无聊 对很无聊 没有没有成功感啊 很不爽啊 没有成就感 所以很不爽 所以今天呢我是在阿美族 我们旁边这位阿美族的朋友 在这里 从台东来的 从台东来啊 台东的哪个地方 都狼 都狼 都狼我也经过啊 我一直走过来 我经过你们都狼 是吧 然后呢 我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是叫做那个 石牌 石牌条 石牌 石牌 我们这条村叫什么村啊 这里啊 这里不知道有没有门牌啊 这里 这条村是叫什么村啊 这里啊 啊我们这里有个民宿 民宿好像都没名字的 他这民宿啊 这民宿好像没名字的 呃 看看有没有门牌啊 这里 哦 这有门牌 港口村啊 这里是 这里是港口村 这里 港口村 就是 就是 这里是 呃 已经 我们已经进入了 花莲的 境内了吗 花莲了吗 已经属于花莲了哦 花莲这里 以及 花莲县里 花莲县里 花莲县的哦 花莲县 这里是港口村 这里是港口村 那么 呃 我这里的这个阿美族的朋友 他们 跟他们要了一些青菜 从地里边我摘 摘起来的 今天晚上就 刚刚从地里边摘起来的 还有跟他们要了两条葱 啊 要了两条葱 哇 可以来包周 用来包周的 啊 还有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很香很香的 九层塔 九层塔 哇 很新鲜很新 翠绿色的 很新鲜 很新鲜 这包周也会很好吃的 台湾的朋友包周也 有些也会用这个九层塔 也会用九层塔 啊 然后这是我三条鱼 昨天晚上的 现在鲨鱼 鲨鱼 待会就包周吃 晚上的话呢 就有宵夜了 那我是晚饭年宵夜一起吃的 晚饭年宵夜一起吃 这个周的话呢 再包应该差不多了 待会就可以放鱼进去 为了包周的话 买了一大袋的米 一大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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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5公斤的 300块钱 就这样 今天晚上在这里开餐 真的吃一碗啊 喝一碗 你们这儿 哈哈哈哈 宵夜嘛 当吃宵夜吧 啊 我这里是 在港口村这里的一个民宿 这里有民宿的电话 老板娘非常好人 大家这里而且很便宜 这里一千来块钱 一千多一点而已 啊 那个可以看海 这里是看到海的 白天早上起来 还可以看热出 这里有火红色的太阳 从太平洋的海面上升起来 这边向东 正好正好看得到这个朝阳 看得到这个热出 所以的话 这里住的话又便宜 又可以看热出 而且这里有钓俱脉 喜欢钓鱼的朋友 要补充一些钓鱼的用品的话 可以在这里 买这里 这里民宿名称叫什么呢 这里啊 这里 哦 梯拉岸民宿 这里叫 梯拉岸民宿 梯拉岸民宿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或者说打电话也可以 这里有电话号码 今天呢下雨啊 本来是打算去钓鱼的 因为在这里很无聊啊 晚上 晚上没有什么娱乐 最佳娱乐就是钓鱼 啊 然后 今天又是下雨 本来我是打算睡那个露营区 那边有个 呃 什么 西 西 什么西比 西岸啊 西比岸啊 西比岸啊 对对 那个 在那边有一个露营 本来打算去露营的 今天没办法啊 因为下雨 好 这是民宿的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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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